云南人不只会骑大象啊 还可以骑犀牛 给你们看一下 本来呢瑞丽到云江这一段呢 这个路是非常好走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热度 没想到这块前面是不是 那个路出了点问题 然后是大家坐在这排着 不过摩托车就是有一个好错 你看摩托车就可以冲到最前面 在这等 后边已经排了大概一万 感觉应该有快接近一公里的细车了 全堵住了 可能估计那个路出问题了吧 现在在姐茂这边 这个稻田风光很好看 很大一片 那边呢又有一种大理沧山的感觉 然后这边呢 如果中间再加一个湖的话 就可能更像大理了 这边有沧山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水道好大一片 哇 这应该就到了银江的标志了吧 你看 这个一个大象的状态到 这是什么 买房送旅游 畅游北京西藏杭州 西藏关键是他现在也去不了了呀 那咋旅游啊 这个云雁塔是1946年 1947年建的 所以这个云雁塔是近代的 看起来也挺好看的 这个是小云雁塔 对边是大的 上面那个雕的还比较有意思 有特色 你看德宏这篇的台语 还又一个样了 这个书写方法和这个泰语 好像还有一点像 不诠释 还是一个挺大的公园 可以来逛一逛吃完饭了 不错 这个里边好舒服呀 热带雨林的 植被很丰富 感觉银江这边有点热呀 它可能是属于这种河谷地带的吧 所以它还是有点偏闷热的感觉 不太一样和之前 像瑞丽啊 王氏啊这种 王氏它好像海拔有点高 晚上还有点凉快 这个地儿叫 银江陷井坡文化传承基地 但是最近也没什么人 不过这块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可以好好弄一下 现在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大公园的感觉 景坡族啊它也是跨境的一个民族 像 多南亚的缅甸呀 泰国呀 这些基本上都有分布 是靠近 中国边境这一块区 基本上都有分布 然后他们这个木脑纵歌节呢 我记得是在每年的正月十五这个样子 这边是一个景坡族的文化园 其实最标志性的就是它这个 这个是木脑纵歌节的时候用的 它是其实景坡族是慢慢迁移到云南这边的 然后那个木脑纵歌节的时候啊 就按照这个柱子上面这个图形 在跳舞在下面 然后呢 这个其实这个柱子上面的图形就是暗示着他们 当时迁移的路线 等来年的正月十五还挺想过来看一下这个木脑纵歌节的 还是很有特色的 他们到时候会在这个下面跳舞啊什么的 每个村寨呀基本上都会有活动 这边这是绿宿族的文化展示了应该 看一下他们以前是骑犀牛的这么飘悍的吧 厉害了 绿宿族它也是一个 迁移过来的 最开始好像是从青海那边迁移过来的 这个塔也是他们的十二生肖塔嘛 犀牛也是可以骑的吗 云南人不只会骑大象啊 还可以骑犀牛 给你们看一下 绿宿族它应该是属于这种游牧民族吧 看起来像是 有的嘛就是瑞丽的那个地形地貌 没有高山大山阻挡的 跟缅甸比较容易往来的嘛 对 看如果有些大山阶段那你也走 对对对对 哦对 所以我看咱们这边那个山都比较高的 对对 所以 所以 所以